NX当中如何输出IFC格式的文档呢 我们还是找到之前用过的一个工厂布局的一个档案 当我们加载了之后呢 会看到我们曾经用过的这个工厂布局档案 我们已经非常熟悉它的这个它的这种形式 我们在输出的时候呢 可以找到输出IFC 那这个输出IFC呢 它还是有一些IFC本身的格式 因为IFC本身也是有很多年的一个演进的过程 那么有IFC二乘三 那我不知道为什么它是这个二乘三 要IFC四 想必IFC四是比较新的 那我们IFC二乘三 刚才是IFC二乘四 那么选一个目录 就可以往里面输出 那这个输出之后呢 就可以到把这个IFC的文档呢 送给其他的建筑设计的软件 像Aveva或者是Bentley来读取 那么这样的话都是精准的数据格式 这个数据的交换呢 会需要那么一些时间 我们就这个 它还是比较快的结束了 好 那么这就是我们一个完整的过程 用NX去打开一个IFC的档案 就是在NX这里可以open 可以open一个档案 这个档案里面就可以选 IFC的类型直接可以打开 那也可以输出 输出这个档案 就是把我们这个NX里的工厂的布局 输出出IFC 当然在这里也可以import IFC就输入 所以这是非常典型的互操作 因为在翻回头打开呢 我们之前已经打开过一个更复杂的 一个会议中心 带地下室带地面的几层建筑 那我们就不去重复这个动作了 来不去不去 我可以看到 我就是说 我可以认记到